Hello 又来到我们这个关于移民的节目 亦都是我临到跟大家去讲一下关于移民的资讯 因为这段时间太多人想讲移民的东西 已经走光了 有些人一门 其实上次我们有讲过其他国家 今次我们讲一个香港人很喜欢的国家 日本 所以今集不是我讲的也是 我们请你日本人称 兼且这个岛村不动产的代表Sally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一些日本关于移民的小心得 有些观众已经有问 日本移民 第一件事就是日本有得移民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问Sally 其实日本是否有得移民 其实日本就没有一个叫做投资移民 很多其他国家 可能你是买一些资产或者是股票 你可以一个投资性的移民 可以换买passport 日本就一定是没有这件事 但是也是安倍政府 他有很多不同的经济策略 他看到日本现在的人口越来越老化 这个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 而出生率又很低 这样下去不行的 人口会越来越少 他也觉得是时候需要开放日本 令到不同的国家人 过来这里极营商 所以多了一个名叫做 经营管理移民签证 经营即使是 做生意 即是做生意 管理即使说你不只是开公司 原来又没有做生意 所以要做生意 所以可以有一个签证 即是还要请人 又不需要 他不需要请人 最初出的时候是说要请人 现在已经放松了一点 是不需要请人 但你一定要开一间公司 做一些生意 每年要纳税 当然你请人更好 但他没有规定你要请人 这个就不是规定的范围内 即是说总之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总之去到做生意 其实已经可以达到 基本的条件 是没错 这是一个入门的条件 简单来说 开一间公司 它有一个规定 就是你的资本金 是要有500万日圆 500万日圆 大概是36万日圆 36万日圆 就是开一间公司 50万都不用 是的 开一间公司 但是这样 公司真的要经营一些生意 当然你可以经营任何生意 譬如做一些网购 或者是贸易 或者是餐饮 都可以 但是譬如有些人来说 我又不懂日文 又不太了解日本 玩是个个都知道 就是常常去旅行 个个说是日本汤 是的 很多日本汤 我都觉得是 一个在日本 就说要回家 香港人很喜欢说这句 很多 我认识很多都是这样 我不是 是的 但是你住和旅游是两件事 如果做生意更加 如果你漫漠然 开一些公司 或者开一个餐厅 也好 你都是要时间去适应 你都要知道哪个location 適合你做 和你如何聘请人 所以我们就会通过 譬如买一些民宿 来做一些经营管理 出租管理 你就一个门栏 可以做到这个 都是一个生意来的 当你不知道做其他生意的时候 你先做一下这个 去到一年两年 香港人的头脑这么灵活 和日本这么大的商机 不会找不到生意做的 帮人买一下网购 其实做网购 都已经有很多生意了 做网购的 做网购代购 是的 但是除了经营之外 其实他们都要去满足住的需要 但是日本生活指数 很多人都说很高 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觉 以前在十几年前 我也觉得日本的指数 比香港高 所以很多日本人 很喜欢来香港的消费 觉得香港什么都便宜 但是你不觉得 十几年香港的东西 真的贵得很重要吗 香港真的很贵 真的很贵 但是日本这十几年 是没有增长的 以前 比如我们十几年前 你去买一罐可乐 都是130日圆 140日圆 现在今时今日也是一样 没有加价 我真的很久没有去日本 原来指数还是这样 是的 十几年前去买的日圆 比如你吃一个牛冬 都是280日圆 在十几年前 现在也是 例如你吃一碗拉麵 当然有贵有便宜 300日圆 400日圆都有 你吃一个烧肉放堤 又不吃了 还有肉也不差 都是2千多日圆 什么话 2千多日圆 都是8多元 2千多日圆 又不吃了 现在两个吃一碟 也不行 没错 所以其实你觉得 生活指数是否贵呢 生活指数 还要说到最重要 其实香港 吃都未必是最贵 最贵就是租 住 但是在日本 如果 譬如我用大阪来说 如果你找一个地方 当然你不是说住梅田 新大阪这些 商业的地方 一般住宅的地方 我们叫做1DK 即是一间房 一个dine room 一个kitchen 叫做1DK 大约200多尺 如果来车站 10分钟左右 通常都是5-6万日圆 好一点的 都是7-8万日圆 如果5-6万日圆 都是3千元 是3千多 4千元 甚至是好一点 我住的位置要比较好一点 有些景色 可能都是8万日圆 8万日圆 都是8-7-5万日圆 即是5千多元 香港好像是劏房价钱 香港租过厕所 又可以这个价钱 是吧 所以其实真的不贵 是否这样 现在多了很多香港人 住在日本 多了 因为第一 香港人本身很喜欢日本 这个是原因 另外 现在多了很多人学日文 所以去日本读书 也多了 因为自从有这个经营 移民签证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 尝试一下去日本 一来可以移居 另外又可以做生意 因为日本 其实真的有很多商机 最主要就是 他们的产品漂亮 你什么产品 拿回来香港买都可以 包装也很漂亮 是的 很吸引 是的 有时很吸引 我们的台有时 买日本货 你看到包装是赢了 整个亚洲区所有国家 是 所以日本一来 那些人就觉得 日本是很自然的 在香港人眼中 被提高一时 是 还有你刚才所说的 价钱 生活指数是这么便宜 就是去到这么便宜 价钱还在香港的话 真的很吸引 但是我想问 刚才你说的三十六万 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资金 这是一个叫基本的钱 没错 还有没有其他花费 其实他开公司的时候 你有这个注册资本基金 就是一定要有五百万日圆 但是去到 其实这五百万日圆 是自由地去使用的 不是规定要放几年 没有这些东西 我可以用来做生意 当你是一个叫做资本 但是问题 每一年一定要有一个 基本的公司要赚钱 要收入 要交税 要交税 而他们的要求是很低的 第一年 第二年 他们只要求你 你公司收入 要赚到的钱 有三百万日圆一年 三百万日圆大概 二十二万 香港普通的打工制 都不止这个钱 我想你移得文去 打工制应该 它越入不止这个价钱 是的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 难度很高的门槛 可以考虑 原来日本移民 我今天先听才知道 日本移民是这么开心 这么简单 门槛这么低的事情 今天也多谢Shirley 出席我们的访问 不过大家不要这么快走 因为我们下一集 依然都是找Shirley 继续跟我们说多一点 少日本话 不过如果各位观众 在听完Shirley 刚才说的流行当中 已经有些东西想留言 想问你 或者随时PM我们 随时在这里留言 也可以 或者你认识Shirley 直接问她也可以 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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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